根据前方所传来的最新消息 2023款的宝马X1已经完成了申报工作 新车将会在今年的上海车站正式官宣 而为了给它扫清道路 现款宝马X1已经正式停产 目前终端价格优势明显 想抄底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当然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图中的这款2023款的宝马X1 其实从去年宝马其他车型上的改款中可以看到 对于新车的设计风格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所以本能的对它的新车型都充满了期待 事实上这种期待是值得的 我们就以图中的这款宝马X1为例 应该是这款车自诞生以来变化最多的一款车 而且强大的气场更是部署X3等系列 先看正面 调整后的双肾格伤更加规整 连同中网以及内部都是银色的装饰 看起来更加细腻 传统的泪眼大灯换成了现在的这种斜上而至的设计 点亮后的效果比现款X1强要多了 另外整个U字型的前包围也深化了整部车的气场 所以从车头上看 与X3几乎无差别 整个侧面上与前脸保持了相同的设计风格 以往那种犀利的运动感已经成为了历史 侧面上带来了更多的规整和商务 同样的设计也延续了到车尾 但比现款X1整部车的气场更直接 两侧的双X形状的尾灯太有力量感 而且整个车尾也采用了一种半环绕形的布局 与车头正好形成呼应 内饰是整部车最大的调整 风格与海外版同步 依旧配备了10.25英寸液晶仪表和10.7英寸中控屏 组成一体式曲面大屏 并内置了宝马最新的Drive拔车机系统 智能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车竟配备了M运动型方向盘 取消了iDrive to New 传统的挡杆也改用宝马最新的翘板式换挡机构 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确实内饰上的带来的感受远超老款 动力上 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上看 20L车型搭载的是代号为 B38A15R 1.5T发动机 而R25L车型搭载的是 B48A202 2.0T发动机 两套引擎的最大进攻率 分别为115kW和150kW 相比新车的设计 动力表现确实略显一般 已经确定 新车将在今年的上海车展正式上市 而为了给这款车扫清道路 现款的宝马X1已经全面停产 消灰击入用 证换 3 5 5 5